接下來我們看看 還沒有揭曉的五個名次喔 來吧 要不就前三 要不就最後兩個囉 那年雲哥很有把握是在前三嘛 差不多 差不多 在前三年啦 所以你要輸給誰 我...應該是唯明哥跟蟲蟲哥吧 所以我們看一下第三囉 好 我們來看一下第三名 請看 年雲哥 這是年雲哥 怎麼會跟男明星投影一次 單老講你很失望對不對 其實很失望 一直覺得你是第一名 越來越開心 對...你開始越來越... 越來越失望 我跟你講我這件事情 換我重新回去認識我自己 年雲 你今天是抱著第一名的心情來的 其實是抱著第一名的心情 結果怎麼辦 在兩個榜上都沒有第一名 對啊 算了算 沒關係... 我如果算是輸給玉琳哥的話 換我重新回去認識我自己 你如果輸給我 你要怎麼辦 對 你要怎樣 對啊 你就... 年雲改成事 絲目 他怎樣都沒關係耶 他已經怎樣都沒關係 年雲哥我們看看女生對你的評價 我覺得你們製作單位真的很厲害 因為可以找到這些人做一集 我覺得你們真的是讓我們選不出來 第一名帥的我投給年雲哥 因為我覺得年雲哥他有五官 有臉蛋 有身高 我的第一名是... 年雲哥 因為我覺得他長得很像某任前男友 諧星界的精神就是... 年雲哥 他整個人善發出來就是自認為自己非常的帥 我覺得他是裡面長得也很好看的一個 因為他有年住民的血統 但他生下的小孩一定會很好看 但是就是他盡量不要笑 因為他笑牙齦就是一直噴一直噴 就... 牙齦人 眼睛那麼開 有二十公分 我跟你講我今天選這個排行榜第一名 真的是逼不得已的 我真是逼不得已 因為我這輩子沒有想過 我會給他第一名這樣子 誰都可以給我第一名 誰都可以給我第一名 甜甜給我第一名 我就覺得太可怕了 他只有太像張風騎 他就是太像張風騎 所以你沒有開車吧 鯉魚哥 好像吳尊豪 鯉魚哥 你有心情聽一下負面的評價嗎 我可以 我可以聽一下 沒關係 好 不過我先講一個剛才沒有播到的 沐西岩說你是這八個當中 他比較能夠坐下來吃頓飯的人 對 所以沐西岩傷害不少人 其他都不行啦 你還好他結婚了 然後 飛演藝圈的人當中有一個人 講得比較嚴厲一點喔 說... 他說你很... 你太像水中的生物 感覺你有腮 就鯉魚啊 就鯉魚啊 把腮翻出來給人家看 翻出來是不是 所以當初叫鯉魚哥 就是因為像水中的生物 是像 就馬上會模仿鯉魚啊 鯉魚的臉不是這樣嗎 對 鯉魚的臉啊 所以這也不算太傷人啦 還不錯 OK 所以這個不會打擊到你 正常還好 那就不錯咧 剩下只有抱怨說 他的那個金髮 有時候應該要補染嘛 對啊 對 所以你們不用嘗言歡笑 對 鯉魚哥 看我剛剛的評論 因為有些人重複評論 我覺得你也有機會 對 你OK了 因為他們會覺得 你看久了之後 還滿順眼的 你應該有一個VCR 我發現我的好朋友 都好像是偷別人耶 這很換心的 等一下... 等一下你的VCR的時候 殷琦一個人講十分 我覺得有機會要贏了嘛 因為殷琦 那我看哈孝遠已經在第四的話 通風勝就是應該要迎接冠軍了 是不是 應該坐二望一 坐二望一 陳漢年 所以一百個五十女生調查 結果我們來看第一名吧 好 我們直接來看第一名 請看 維銘哥 真的假的啦 真的假的啦 真的假的 我第一次看到這樣 同哥 我從... 我第一次看到這樣 同哥 同哥 我從第一名 我... 三個都是你 對啊 你不是要結束生命嗎 對... 從你一出來 我就發現你是金城武了 I see you I see you 這真的反而就是他第一名的 可是以非就是你笑得最不自然 真的嗎 對... 在我心中 我一直覺得你位是第二名 這第二名非你莫屬 真的位子這麼久 真的 能夠在你後面我也被感榮幸 你們兩個弄完就沒有 蟲蟲我們要看女生對你的評價嗎 好 我得已經說這八位真的是 就是2014以來我覺得最難選的一題 尤其是這個題目 但是後來看了大概一天半之後 我有個答案 第一名我還是給了蟲蟲哥 蟲蟲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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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裡頭最酸的 就是蟲蟲哥 因為他整個就是眼睛啊 會放電很有神 然後嘴唇啊 整個那個面向我都還蠻喜歡的 雖然他的身高呢 就是比較秀真心 但他的臉是好看的 白白淨淨的又戴著眼鏡多可愛 然後看起來就很聰明 然後你看他這個一抹淺淺的微笑 我就覺得 歐巴 因為我覺得他的五官比較 接近正常人的五官 我覺得這一集好困難 但我覺得大致上都還蠻帥的 好 謝謝 拜拜 這些你都有送禮是不是 其實...大部分的人評價都不錯 而且甚至有人記得 他有腹肌這些事情 有嗎 有腹肌嗎 他有啊 你忘記了 他有在練身上 他肌肉很厲害 不是健身房 應該可以訓練 翻跟斗有厲害 很有耶 好像已經有走 可是還...沒有走很遠 對 走不久 很厲害 所以... 他家有第二名有機會 有...我也這麼覺得 鬧數第二名 我覺得先看第七吧 玉琳哥會放心一點 先看第七 沈玉琳會比較放心 對 因為他還會以為他一方 你先看第八 沈玉琳 你同意嗎 先看第七你會比較放心 先看第七 我一點不放心 對啊 看這一個哪一個你放心的 哪一個是你放心的 哪一個是你放心的 哪一個是第二對不對 七八八你跳啊 跟你說二出來 我就知道你第幾名了 對啊 剛剛我們真的決定 你看二決定 看哪一個都不太放心 150個女生調查結果 我們看第七名吧 好 我們看 第七名真的要玩得這麼還嗎 請看 第二名是你 這好可憐啦 你不開心 還要問我耶 開心了...你... 你還要PLA 對 我講對了 真的 我好感動喔 唯明兄 唯明兄怎麼會掉到第一名 我可以講得獎感言了嗎 還沒有啦 對... 你搞不好 第八的感覺 你怎麼... 還是你先講錄起來放好了 我不要開緊 你知道嗎 我很意外耶 為什麼 為什麼沈玉琳不在第二啊 女明星照理說應該滿喜歡她的啊 不會...我還滿不意外 因為這裡面我年紀最大嘛 可是你跟他們互動得最好啊 唯明兄...我跟你說 你在女明星那邊 得到的名次很好 可是在100個非演藝圈的女生 那邊得到的不太好 對嘛 我就說年紀大了嘛 是 除了年紀大這點之外 他們好像對於你 很敢追女生這件事情 有一些印象 但他們可能覺得你危險 對... 所以... 沒關係 這樣我還滿爽的 我知道 就是壞男人 這是你追求的... 對... 對... 好 我們看看唯明兄得到女生的評價 唯明哥呢 雖然不是長得很帥 可是呢 我覺得他有一種男人的氣息 很man 一個男人就是有品味 然後有幽默感 其實他的帥度就會增加 裡頭我覺得最sorry的應該就是 唯明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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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你了 唯明哥 他的皮膚的狀態可能會有一點 就是... 就是燈要可能要暗一點 我建議唯明哥 你可以去醫美做個魔品手術之類的 如果你的皮膚好一點的話 我一定會投你第一名 牙齒部分雖然這六顆 看起來非常的白 但其實我有看到這邊邊角的地方 有一點黃 我覺得他長得很像小丸子裡面的藤木 有一種卑鄙的感覺 為什麼會長成這樣呢 為什麼會長成這樣 什麼意思 什麼東西 好多分 好多分 不會啦 彩花獎我還滿開心 OK嗎 因為他自己長得一點 也是長得一點 不要 沈玉琳信心被擊潰 當場峰會翻桌 如果妳現在真的揭曉出來 最後一名是沈玉琳 有辦法安慰她嗎 對 我們看第二名就好了 對 我們看第二名就好了 大家都不知道那個皆夫人 當然不要看第二名就好了 對 我是鴕鳥 好看 好看 等一下 你不然這麼好看 幫我看 我看什麼 什麼 什麼 那什麼 我看什麼 怎麼還沒吃 什麼